光头老师表示他如果出一个错 就得扫地出门 于是男孩迅速开车回去拿到骨锤 但事与愿违 他遭遇了车祸 但头上鲜血直流的男孩 仍然惦记着骨锤 男孩已经封魔了拦都拦不住 直接奔回乐团 光头老师看着男孩满头鲜血的回来 手都拿不稳骨锤 还是先演奏了一段 发现男孩的手根本无法正常演奏 光头老师叫停后表示男孩完蛋了 正当光头老师要羡慕时 男孩直接冲向他 把光头老师打翻在地 血溅到了光头老师的西装上 最终男孩被人拉走 男孩也被一名律师找上门 原来光头老师的一名爱徒 曾因抑郁症离世 如果男孩也愿意举报 光头老师的虐待教学 那么爱徒的父母也会一起支持 男孩思量很久后 决定收起偶像的蝶片 把心爱的架子骨也打包好 他的音乐梦是时候醒来了 他同意了举报光头老师的决策 和音乐渐行渐远